習永遠不可能有胡這個待遇 那太奢侈了 對他來講 朱元璋當年子孫多麼殘酷啊 到處搞這個接種 然後最後你看朱元璋是咱們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個時代 中國已經接近了工業革命實際上 而且當時他竟然在全國內的限制製造鐵 生產鐵 你看看這個元朝的時候生產的鐵的數量是印度的好幾倍 到了明朝的時候直接從1.2億噸就到了一百多萬噸 就做菜刀用了 做點鍋了 奇數的消亡 然後官不聊生 導致民不聊生 最後經濟崩壞 封海封國封疆 然後整個大明朝三百年 三百年大清朝 這六百年把中國人進入了地獄 最後又來了個共產黨 這回習 習家黨就把中國人從世界這個地步 世界上再想回到五年前 十年前 2012年以前的中國人在世界形象 永遠不可能 我都不相信在我們可想像的人類能發生 完了 就是世界上看到你這一幕 就這個族類 這種暴略 這種殘忍是在媒體下大話 新華社說 他是病了 他已經很好 馬上發出消息 就在對著全世界的鏡頭 然後呢 敢黑客全世界的媒體 嘛 說笑